研讨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国军需要持续强化力 再三保证强化保凡工作 但既包含总统三军总司令 以及国安高层才能参与的 0.221机密专案会议 国军作战计划统统被共谍窃取 国安重大漏洞再加一 日前高雄高检署起诉共谍案 发现以退役军官陈玉兴为首的共谍集团 涉嫌买机票款待现役的谢信忠孝 前往泰国 跟自称中国解放军上级将军的王总等人见面 并承诺替谢信忠孝的七小取得泰国精英签证 一旦台海开战 家人能以泰桥身份优先撤离台湾 甚至寄出美金1500万 相当于台币4亿8000万元当酬劳 换取他驾驶美制CH-400 气努克军用直升机降落在中国航母 索性检掉货报及时拦阻 那有很多个案 都是我们主动发掘了以后 就移送发贷 但在移送的过程当中 国军没有想说交给法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同步也会做一些损害管控 频频爆出国安破口 加上国军五度公布中国发射火箭 10号释出新闻稿 尽首度只字未提对台湾有无危害 引发关注 国军被执隐瞒事情可多了 即将进入二三度的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 未来一旦通过 部队操演之处就会被定义为军事营区 军方有权驱离法办 甚至军事迷上网po照片 只要国军主观认定有违安疑虑 都能追究法律责任 也被说是阔权 国安与公开透明的红线两端 国军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这些新闻我刘卫庭 许多长报道